最近天气降温了,全家人都想吃一口热乎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三鲜汤 学会这个做法,就连饭店大厨都给你点赞 首先准备一颗新鲜的娃娃菜 先把它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刀工好的朋友,也不要用刀切 切过后剩下的白菜容易烂掉 白菜洗净后切成小块 切好后装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这样的豆腐口感紧实,豆香味也更浓郁 先把它切成厚片,然后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方块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小碗中打入几个鸡蛋 做了这道菜,鸡蛋不用搅散 接下来把锅烧热 烧热后倒入少许的油 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 然后倒入鸡蛋 开中小火慢慢的煎 先把鸡蛋煎至定型 定型后轻轻的晃动锅底 让鸡蛋受热更加均匀 一面煎至金黄后 翻面煎另一面 然后倒入刚烧开的热水 我们把汤水煮开 大约煮两分钟左右 哇,现在闻着就非常的香 汤汁像牛奶一样丝滑雪白 味道特别的鲜美 然后把鸡蛋产成小块 再把娃娃菜倒进去 豆腐也倒进去 加入几片生姜 两勺食盐 然后盖上盖子 温煮三分钟 把所有的食材鲜味煮出来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一股浓浓的鲜香味扑鼻而来 最后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家里有条件的 撒入一点枸杞 这小味道 层一下就上来了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三鲜汤 就做好了 用料简单 味道足 暖身暖心又暖胃 营养特别的丰富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每次家里炖一锅都不够喝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分享 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